香港保险业在环球市场持续保持竞争力 原因除了是行业发展历史悠久 以及监管制度完善之外 香港的保险产品在保障范围、保额、 贵截保费等方面亦具有相当优势 加上科技不断创新 服务全面而且理赔手续日吹简易 令香港的保险业在环球市场占有领导地位 在香港多元化的金融业务中 保险业是重要的一环 随着本港人口老化问题一亿严重 港府即将推出自愿医保计划 加上验证实施的职业退休计划条例 及以推行多年的强制性公职金 越来越多人明白到 保险可以为生活带来不可或缺的保障 据保险业监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 保险业无保费总额 2016年为港币4517亿元 按年增长超过两成 2017年为港币4896亿元 按年增幅超过9% 除了本地需求 近年非本地居民来港投保的数字 也稳佔本港新造保单的一定起例 其中以内地市场为例 根据保监局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 香港保险业临时统计数字 内地客新造保单保费达港币223亿元 照香港整体个人业务新造保费的26.6% 由于内外需求都快速增长 香港保险业发展蓬勃 但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自2015年至2018年首季 香港保险业的业务收益指数 都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包括零售、资讯及通讯、银行及地产等 在未来数十年 中国经济预计会迅速增长 对保险的需求将会非常庞大 保险业需要更多财务策划的专业人员 据职业训练局保险业训练委员会公布的 保险业2017年人力调查报告显示 一般保险及长期保险业务 指人寿保险 在2019年的人才空缺超过2万名 要发展事业 首先要选有发展前景的行业 保险业是首选 PremiumBeat.c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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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emiumBeat.com